刚才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原来用VAR 说你讲JASRE 18天课的时候 是VAR 这个地方是这个东西 那么你现在这个地方变成LET了 这是有啥区别 这个我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挺简单一事 我就没说 没想到有同学还竟然不太知道 这也是ES6的一个语法 怎么说呢 我在这加一个东西说吧 就是VAR和LET 这个要说 因为其实定义变量的时候 ES5的语法 ES5里边用的是VAR 有人问ES5是什么 我估计可能还得有同学问 ES6是什么 就是这是个标准 就是JavaScript的这个语言 虽然被各个不同的浏览器来实现 但事实上来讲 有这么一个组织 那么它来定义这个JavaScript的这个标准 其实这个它的标准还不叫JavaScript 叫EMAC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EMACScript 然后呢 所以它简称就是ES 那么它的标准5呢 在标准5 现在现行的几乎所有的浏览器 包括IE6 它都是支持ES5的语法的 就是你写了ES5语法 它一定支持 但是呢 ES6的这个系统呢 就只有 除IE有一部分 现在新的浏览器也基本都支持 只是老IE的版本有一些不支持 所以呢 现在有一种几乎是要把ES6 当成浏览器标配的这个感觉了 那么ES6里有一些新的语法 这个VAR和LED的区别是啥呢 正常来讲没啥区别 你定一个变量的时候 用VAR和LED是没区别的 但在以下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区别 比如刚才我们说那个缝循环 你记得啊 我在缝循环 你看这个地方 缝循环 我写缝循环的时候 我写的是LINE 他看见了吗 好 如果我在缝循环里 我写了一个VR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什么区别啊 VR比如说I等于 0 I小于5 I加加 当然这里边 我其实也干不了啥 总得写点东西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VR一个 啊 A好吧 这样可能不太好 搁外边吧 这样VR一个A A等于0 好 然后在里边呢 就是A++ 我们尽量做点简单的事情 就完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出来以后 我干嘛 我干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我console点log 我去console这个I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GS学的好的话 你应该能够清楚 这个地方I应该是多少 如果你的GS学的好的话 你应该知道这个I 这个地方是5 这个不是undefined 大家可以刷一下 我给你刷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5 不是undefined 也就是说 虽然你在这定义了一个VRI 但事实上这个I 它的整个空间 是在整个script的空间里面的 它并不极限于Fall循环以理 出了Fall循环 它还有效 这件事情 其实来讲是因为JavaScript 预编译的 就是ES5里面 预编译的那个选项 整个做的很多东西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熟悉C C++Java的人来说 这件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复循环里 做了一个变量 出变量 C++里也有这个东西 那个是 它只不过是int inti等于多少 出了以后 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那么在ES6里面 它急需要一个定义变量的方法 以使得说出了Fall循环以后 这个东西就必须没有定义了 所以它才搞出了一个let 我们来看一眼这个let 如果在这的话 比如我们再把A归零 这个地方我用let 这个地方我用let的话 那我改一个J吧 别跟它重了 对不对 这也是J 这也是J 好 我这输出J 好 你现在看一下 我告诉你 J是undefined J is not defined 这直接都不是undefined 这直接报错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直接在这报错了 所以那么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VR和let的时候 它是有细微区别的 这个其实是很小的区别 所以我就没拿出来说 这个主要的区别 我来说一下 小的区别 我就没拿出来说 所以大家有可能 这个还是有点跳跃了 然后好 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有一个参数的时候 你要写成这样 这个底级你要背一下 就是没有参数 是写成这样 一个参数 而且函数题只有return的时候 写成这样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有两个以上的参数 比如说 我letf4等于 function 这四个function是x 逗号外 那么我给两个参数 然后在这里边 leta等于x加y 然后呢 画那returna加上 hello 好 这个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来给它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这是3.3 那么3.3呢 是有两个参数 或者有一个以上的 有多余一个参数 然后呢 函数题 就是包含很多 不是只有return 函数题 包含多行 包含多行的这种情况下 怎么化解 这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么说吧 你便于你记忆啊 等会儿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 这个可以没有 对 就是说 当只有一个参数 这个函数只吃一个参数的时候 你可以把参数写在这 就是不要括号 但是当你没有参数 会有多个参数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是必须有括号 明白吧 然后的话呢 底下底下有一点 就是说如果原来只有return的时候 OK 如果除了return以外 还有别的的话 对不起 你这个地方就必须拿大括号包一下 然后把底下所有的代码都搁进来 也就是说它变成一个括号 然后参数个数 等号 大于号 然后后面是一个大括号的形式 能理解吗 基本上来讲 这个 这个箭头函数 就这三种方式 你能记住 就是如果只有一个参数 就一个参数 没有参数或者多个参数 这个地方都要用括号 括起来 然后一个等号 一个大于号 后面如果它只有return 那就把return 把return一去掉 把return返回那个东西 往这一贴就完事了 如果不是有多行的话 对不起 把整个函数体贴在这 能理解吧 好 这个地方 我们说完这个地方以后呢 我们把它拿回去 我们再看刚才这个位置 这里 好 那么好 我们还看刚才位置 我们现在怎么把这个函数 一箭头函数形式写到这了 这个因为是直播 如果未来录播的同学 看录播的同学 写到这 把视频停掉 自己去写一下 看看能不能写得出来 好 那么我现在开始带着你写 首先我们看一下 箭头函数 几个参数 三个对吗 所以括号是不能丢的 对吗 除此之外 里面除了return没有别的 这个是除了return以后 没有别的 所以可以不要return 不要大括号 直接把这考过来 对 对 还是不对 没问题吧 好 开始该写 先把这个东西 删掉 函数怎么写 因为你这后 拿后这个等于吗 这个等于 这个是返回吗 所以在这 首先把它要写成 三个参数 Z 然后等于 大括号 然后后面有一个 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return那部分的东西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那好 我们现在来替代 这三个东西是他 对吗 把它考过来 没问题吧 这个是OK的吧 然后这等于大约号 这个东西由谁来替代 由他来替代 对吗 OK 这没问题吧 我看一下 对了 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个呢 如果你觉得 看着不舒服 别扭 把它弄下来 这边一下 这边一下 OK 那么我们现在整个把这个 看一眼 对 他还是报这个 warning 一会我们说这个 warning是怎么回事 但这个已经出来了 所以未来我们在react里面要熟悉的 不仅仅是react的一种组件 我们要开始熟悉 es6的语法 因为在react里面 es6未来会变成一种趋势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写法至少要贴近es6 明白吗 那么这个东西就 就可以去了 对吧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直接上来的话 那你要 我现在要直接把这个东西贴给你 你就觉得这东西 有点奇怪 那么看不太懂 那现在我给你整个拆解过了 你应该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